這個已經有一點就是有蹭 出現廣告不實了 他能夠到貨的時間 跟他所說的根本就是不一樣的 與其好無奈 痛批商家就是在欺騙消費者 曾先生手上的iPhone15 經常過熱 電池又容易沒電 因此想換新手機 看到通訊行打出預告iPhone16 保證10個工作天到手 沒想到鄭先生刷卡結清後 卻遲遲等不到 依他們所說 他們應該是10月3號那一天 最慢就要出貨了 對 然後讓客人可以收到貨 就是在他們的保證工作天裡面 但是已經超過的時候我就打去問 但得到的答案竟然是 原廠通知我們延後 然後大概要等到月底 曾先生在9月13號 在官網預購iPhone16 Pro Max 當初就是看上廣告 寫10個工作天就可以拿到手機 但至今已經等上超過11天 手機還沒到 也讓曾先生感到非常不滿 神喔 國際在9月13 我訂購的時間他已經扣款了 對 但是他們就是以拖待變 曾先生不滿 真腦國際專員處理方式 一拖再拖 但針對民眾質疑 雖然以13號來算 最快9月30號就能拿到手機 就算iPhone發行日期 是9月20號算 中間還碰上了颱風天 手機到貨時也不該是10月底 實際走一趟實體門市 部分門市iPhone16 Pro Max 256G 現貨熱門款式以及銷售已空 我已經有同步跟消機會檢舉 我當下也有跟主管說 你們如果是這個處理態度 我只好跟相關的檔位投訴 墨田正先生已經向消機會檢舉 對此神腦國際發聲明表示 因供應商出貨問題 導致交貨延遲深表歉意 針對延遲情況將補助1000元時鬧幣 並盡速處理後續出貨安排 但對於消費者而言 到底何時新手機能到貨